大家好,今天是1月8号星期一,标普股只是大涨了60个点 从第一根5分K涨到第78根5分K,当中几乎没有任何回调 那么日内是只能去做多的 我今天自己虽然是一直在做多,但是到了后面还是有一点保守了 所以我个人是觉得做得一般吧,就是原本可以赚更多更多的钱的 也有回到国内之后时差的关系,到了后面实在是我快趴在电脑桌前面睡着了 就没有精力再做下去了 那么我觉得如果是长期看我视频的观众朋友们应该不会在今天这样的日子里面去逆势做空了 就可能尝试个一两次失败之后就应该是知道这个趋势很强,不要去对抗它 所以今天我会讲这几个话题,第一个就是EMA20 这个我是不知道强调了多少遍标普日K线 这个EMA20非常非常大的概率会有支撑的 前几个视频每天我都在讲 其实我最早的时候从这里就开始讲了,对不对 这里当天有一个什么吞噬的大阴线说在最低 我就说了不能去做空的,下面有EMA20 然后这是一个正当区间 然后这个地方我也讲了EMA20 然后这里反复在讲EMA20的支撑 那EMA20是Albrooks唯一一个用的指标 我们看它在日K线级别非常有用 在5分钟级别,今天的这个标普的期货5分钟也是一直有支撑 最近因为有很多新观众 然后我得到最多的一个问题也是 这套方法可不可以用在其他时间级别上 是不是只能用在5分钟上 不是这样的,任何时间级别任何品种它都是一样的作用 第二个我之前也强调过标普的一小时K线是一个宽下降通道 宽通道75%的概率会被反向突破 为什么,因为它尽管是一个下降通道 但是我们看当中有非常多的大阳线 代表多头可以一直去逢低做多赚钱赚钱对不对 那么一个趋势如果它逆势的交易者一直能赚钱 你就知道这个趋势是有问题的 它非常的弱,它不是一个强趋势 所以被反转或者说不是反转的话 变成震荡区间的概率非常的高 我还特地讲了从一小时的级别去做的话 需要等到突破这个下降通道线对吧 然后突破页面20,收在上面的时候去做多 那么在这个地方确认突破了以后 有好的跟随去做多 从一小时级别来看也是可以赚很多很多钱 然后我自己找盘我是没有交易的 因为我当时并不认为它 就是我当时并不认为它今天可以找那么多 所以我一开始还是在观察 我知道它肯定要去测试昨天的这个高点附近 那么它到底是能够成功的突破 还是突破失败会反转 我当时是更倾向于反转 原因在于从这个日K线级别来看 昨天和前天它收的是这两根K线 那么是有重叠部分的 有非常明显的这个震荡的感觉 所以我在上个视频也讲了 我认为它很可能是这样的一个保持震荡 然后像昨天这个K线很长的上影线 我认为在它的上方 很可能会有更多的人去愿意卖出 而不是买入 那么确实看到在突破昨天最高点的时候 这里市场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纠结 很明显的可以看到有空头在逢高的做空做空 尝试让这个多头的突破失败 但是最后这个多头还是就是成功了对不对 空头应该说是被压空了几乎 我自己是没有任何交易 一直到这个地方才开始去做多 因为这个地方我认为多头是突破成功了 所以我就来讲一下 为什么我本来是看空的 本来是认为它突破会失败的 但是为什么我没有做空 以及我后面决定去追涨的原因 也就是我要强调的第一个概念body gap 实体缺口 我们看这里6号k线向上突破之后 它突破有一个回踩 但是我们看它回踩的时候 k线的实体部分是没有重叠的 他们引线可能是碰到了 但是突破回踩它的实体部分是没有碰到的 包括这里也是一样 这个7号k线这个高点再次被突破的时候 它回踩以后还是留下了一个缺口 实体部分没有碰到 如果从k线图上看的不明显的话 我们可以切换线形图 很明显的发现它们的收盘价之间是有缺口的 没有重合部分的 这样的实体缺口代表着上涨趋势的强劲 然后多空双方的实力是有明显的区别的 因此在这个地方18根k线附近 这里出现了连续三根阴线 理论上是有一定反转的可能 但是我这里还是忍住了我没有去做空 这个实体部分的缺口实体缺口 我应该讲过很多次了 在12月18 19号这两天的视频 我都是强调了实体部分的缺口 然后怎么样用线形图去观察 所以你看很多行情它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对不对突破以后没有完全灰彩 突破以后没有完全灰彩 那么这样的行情就你做空就比较艰难了 当然这两天它最后变成了一个震荡 然后今天就不是震荡了 今天非常的强就涨了一整天 所以如何从body gap这个实体缺口去判断趋势的强弱 我觉得掌握是非常有必要的 大家要去多注意观察这样的东西 然后我们看今天的一整天的行情 K线图看下来 就是唯一做空合理的可能也就是17到19 这三根阴线了 然后又是第18根K线附近确实有可能会产生反转 这里也可能存在一个三推或者怎么样 但是我们说这个三推 因为它没有充电部分 所以它不是一个斜行反转的形态 它更有可能是一个窄通道 就是涨上去以后有小的回调继续涨 如果是我要做空的话 第一个我肯定要看到有一根阴线收盘 是收在这个缺口下方 最好是收在EMA的下方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前两天的这两笔做多 其实都是在EMA的上方才去做的 一个是在这个地方才开仓对不对 看到48收在最高收在EMA的上方确认了 我才去追涨 然后再往前一天也是差不多的情况 应该是在这个位置 没记错的话 看到连续三根阳线 我是等到37的收盘再入场 这里也是一样 虽然有三根阴线 其中两根非常的漂亮 但是它这里相对于前面上涨趋势来说 还是差了一点 那么我们可以反向的去看 多头上涨的过程中有很多的实体缺口 那么空头下跌它有没有呢 没有 在这个收盘价看到22的时候就可以看到 刚刚跌下来很快的就涨上去了 所以它这里空头是没有能够制造缺口的 也就代表了愿意做空的人并不是很多 可能更多的是愿意逢低去做多 所以我们假设你今天想做空的话 我认为在这里做空是有一点胜率的 并不是说完全不可能 但是最差的情况是什么 就是你在这里做空 然后止损放在上面 那么你在这个地方被止损就可以了 对不对 如果做的稍微好一点的话 可以在22的收盘 再看到22 在它上方一个tick就去止损离场 或者说如果再做的好一点的话 在百分之在这里做空 百分之五十的地方再挂一单 用限价单再去做空加仓一下 那么回到当中的时候 你就可以怎么样两笔打平 回到这里的时候一笔打平一笔赚 所以在这里做空也有很多人会做 那么这种情况下 他大概率会有第二段下跌 然后很多空头他发现自己这里被套了之后 他可能会选择逢高加仓 甚至你如果是有足够的能力的话 在这里做空 在这里再加仓 在他的收盘加仓看到上影线 堵他可能突破不是很强 堵他突破会有一个比较深的回调 那么在百分之五十的地方 这两笔就可以打平离场 为什么正好在百分之五十的地方 市场就停下来了 这里有EMA的原因 也有百分之五十 空头两笔打平离场的原因 导致了一大道就开始往上涨 那么我们说这些都是 可能需要一些经验之后才能做到的 最简单的就是在这里做空 上面一点挂止损 然后你想做一个至少是两倍的盈亏比 对不对 你开完仓以后 用一个OCO order 就是one cancel the other 在这里设好止损 在两倍远的地方设置一个止盈 因为我们说反转的概率不高 对不对 概率越低你越需要一个好的盈亏比 才能保证稳定盈利 所以这里至少要拿两倍 然后你设置完之后 你可以不用看盘可以去干别的事情 然后在这里就被止损了 那就这一天其实也就这样 你最你后面最多是不做多就不赚钱 但是也不会亏什么钱 好然后接下来我就说我自己是怎么去操作的 我当时是这样的 我认为他如果这样下来再上来 再有一个做空性 可以那么这里就形成了一个双顶 对不对 28是不是一个信号可以是 但是他太差了 他实体部分太小了 几乎是一个十字星 那么他的强度是远远不足够去反转的 我在昨天的复盘视频里也讲到 这个地方我会等到24的收盘再去做空 就是胜率会更高一些 我不会说在这里就做空 那么其实是类似的情况 今天像这里的就没有好的中文信号可以 那么看到20的时候 20他是本来是往下的 但是在最后 他这个5分钟K的最后一段时间 可能是一分钟半分钟我不记得了 他是突然就这样往上拉 然后收在最高 我选择在30的收盘去入场 也就是在这个位置 这个时候我是这样想的 我觉得为什么入场的原因就是 很多做空的空头会在这个地方放止损 所以一旦打到他们止损 又收在最高的阳线的话 那么一旦触发止损 然后多头再去做多的话 可能会形成一个飞快的加速 那么我当时是这样想的 我当时是如果说我把止损放在30的下方的话 我至少要去拿一个一倍的盈亏比 也就是5个点左右 我考虑止盈一部分 但是很可惜他没有达到 所以在他没有达到的时候 我这里两笔我就全部都去提前止盈提前离场 因为市场就是我认为他市场会有一个加速逼空 但是市场没有出现 反而是上去以后连续这个十字星收的比较令人失望 那么这个时候既然市场它不同意我的观点 对不对 就代表我的这个想法是错误的话 我就先离场 然后再二次入场 它这个大阴线跌下来 再有这个收在高位的时候 我再去做多 所以今天的前两笔8号在这里 200块钱190多块钱 我想不想赚这些美金 不想我想我至少要赚5个点 那对于我这个仓位来说 就是第一笔至少有一个1000美金的盈利 然后第二笔我再去这个持有看看能不能走得更远 所以这又是一次提前离场 然后你可以总是可以在好的机会出现的时候再二次入场 所以我在这里提前离场 在夜眉附近看到支撑之后又二次入场 然后这一段我做的都是比较小 做的都是scalp 没有去想要抓波段的想法 都是做的比较的短 赚了就跑 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它其实是没有缺口的 就是这一早上来之后 它是实体部分有重合的 那么代表着这个上涨趋势可能是变弱了 我当时觉得它有可能走一个宽通道 或者最后变成震荡行情这个样子 我们看这个如果开盘有非常强的这种涨幅 它的三种后续的结果 20%的概率它就像今天一样 就是从头涨到尾 然后20%的概率是会有一个反转 然后剩下60%的时间就是涨上去之后 后面都在这个震荡 所以从这个概率包括当时的情况来看 我觉得市场有可能进入一个震荡行情 那么也确实会有空头 在看到这样的时候它再逢高去做空 就导致了这里出现了这样的震荡区间 但是后来很明显还是被这个多头压空买上去了 因此在看到51然后看到52的时候 我又开始去做多了 然后是在这个地方平仓的 也就是我在这个地方分了几波把这个仓位都平掉了 然后当我看到这个市场还要涨 这里又有一个阳线收在高位 我又在它的上方再去买再去做scalp 当然这笔在它的收盘就卖掉了 是一笔scalp 然后后面就没有再做了 后面又涨了很多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当时也有点困了 就是快睡着了这个样子 所以我是在这个地方把最后一笔scalp做掉以后 它的市场还是继续上涨了非常的多 所以我的第一个我开始做的时候 它已经市场已经涨了很多了 我从这里才开始追涨 但是我们看如果它确实是一个很很强的上涨趋势的话 你不管多晚入场都是有盈利的机会的 在Lbrooks的视频课里面 它有一节课叫entering late in trends 就是在如何在这个趋势已经形成了很久之后再入场 那么这个它一张图就是差不多当天的图跟今天的很类似 就是这样一个很强的趋势 它还有一个下跌的趋势 反正就是这个东西它一个内容它讲了两个小时 用两个小时把一张图的每根K线都讲得很清楚 然后我记得那一段课是改变我整个交易观念 交易理念的一节课 然后我也是反复看了很多遍才看懂 但是让我自己讲的话 我可能就讲的不是很好 然后我自己做的也没有那么的好 那么我想提醒大家的一点就是今天这样的行情 它毕竟是少数可能只有不到10%的情况 会是这样的一个一整天的上涨 我们看它今天一整天70多个78根K线 它是没有碰到过EMA的 可能只有这个地方35它稍微碰了EMA一下 其他的全都在EMA上方运行 这个是非常少见的情况 可能几个月甚至一年才有一次这样的行情 绝大部分时间它是没有办法这么强势的 像我刚才讲的那样60%的概率它会变成一个震荡区间 甚至有20%的概率会有一个 往下稍微有这样的比较深的回调都是有可能的 那么在追涨的时候 当然要敢于追涨这个是好的 但是第一个你的仓位要控制的好 然后该止损比如说这里有连续的阴线 说在EMA下方了就提前的去离场 千万不要去硬扛 当然从价格行为分析的角度上来说 我在这里入场之后 我可能更加应该做的是像我之前那样 对不对 一直讲的去盈利加仓 因为这里说实话它没有任何的做空信号 对不对 可能一直到这个地方才算比较有一点危险了 到了尾盘它又离液没比较远了 可能会有一个比较深的回调 但是在这段过程中其实说实话是没有任何止盈的必要的 那么我是可能 确实当时虽然在做多 但是潜意识里面还是没有想到它可以那么强 所以在看到有大的K线 我感觉有可能是强过高潮的地方就去止盈了 这里如果我不是分批止盈而是盈利加仓的话 那么今天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情况了 好回顾一下今天讲的几个重要点 第一个EMA20很重要 第二个通过body gap来判断这个趋势突破的强弱 然后剩下的就是追涨 如果看到情况不对 你先可以离场 然后有好的机会再次入场 然后在趋势末尾怎么样入场 用小的仓位去做scale也好 去做分批也好 都是可以的 那这个时候肯定是不能光想着利润了 对不对也要考虑这个风险的因素在 那这些都是很重要的话题 我之后也会慢慢来吧 找时间把专题的这个视频一个一个做出来 但是就是肯定需要一个比较长的一个过程 那今天的视频就这样 因为行情也比较的简单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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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